周四晚支持黑命贵和反对警察等示威人群再次聚集在曼哈顿 纽约市警严阵一带出动大量警力维护秩序 不过周四晚再次传出危险的消息 根据警方的信息在曼哈顿邦德街和百老汇附近 有警员被一名嫌犯推倒在地用锁链勒住脖子 这名嫌犯最终被拘捕并被以攻击非法持有武器等罪名起诉 另有一人因持有一把刀被警察逮捕 警方称将这样的武器带进和平抗议活动中是无法容忍的 在社交媒体上出现很多所谓警察暴力对待示威者的内容 对此纽约市长白思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为警察辩护 称很多视频或照片无法清晰地显示事情的完整始末 新唐人记者韩瑞纽约报道